最近出了一个免费程序 叫FPS4MSFS 号称能提升微软模拟飞行的运行的帧率 而且下面有很多用户的反馈 甚至有人表示提升了两位数的帧率 这东西是个免费程序 没多大 也就2K 其实是一个BAT文件 BAT文件是P数据文件 运行一次就行 它的作用是清理你硬盘上的一些垃圾文件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 让微软模拟飞行的帧率提高了 运行方式是 你看有两个BAT 第一个是针对微软商店版的 第二个是针对Steam版的 运行的时候记得是点右键 然后选这个以管理原身份运行就行 先等5秒 然后随便按一个键 让它跑就行 过程中会谈一些错出来 不用管这些错让它跑就行 运行完之后再按一个键退出就完了 这就运行完了 然后理论上再运行 微软模拟飞行真的会提高 但为什么要管理员权限的 这东西是个BAT文件 BAT文件实际上是明文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任何的文本编辑器 把它打开 然后就可以看到原代码 这东西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把你的英伟达的DX缓存 GL缓存 然后微软模拟飞行产生的缓存文件 以及Windows系统的临时文件 全部删掉 它就干这么个事 删系统临时文件 这个是需要关联权限 所以它需要关联权限的 这个是这么来的 反正从这个代码来看 这程序没做什么其他的事 所以很安全 而且它这些删除的操作 原则上来说 不会引发任何的副作用 总之至于有没有用 我的看法就是 大家下载下来用一下 没有用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吧 其实这东西各位听 其实和很多PC的清理软件有点像 确实挺像 至于效果 首先是我的失误 运行前的参照 我没有留下来 所以效果如何 我这儿是没法做对比的 但是从这么多用户的反馈来看 是确实有效果 总之还是那句话 这东西没有副作用 所以我建议是 大家都把它弄下来 然后运行一下 没有用就没有用 有用的话就有用 不需要放到特定为点加 不会影响滚动缓存 滚动缓存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存的 这个操作是不会删滚动缓存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欢迎点赞分享 这样能让更多的飞行爱好者 发现本期视频 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一同讨论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